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中岛条约,一时间惊呆了全世界,因为这意味着冷战的铁幕开启,可能引发核军备竞赛和核战争。 中岛条约是美国总统里跟与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签署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条约,该条约给全世界都带来了和平,给欧洲带来了稳定。 根据条约内容,美国与苏联都销毁射程在500到1000公里的短程导弹,以及销毁射程在1000到5500公里的中程导弹,包括搭载常规与核弹头的导弹,导弹的陆基巴射器。 截至到目前为止,美国和俄罗斯共销毁了2600多名导弹,可以说有效的为核军被竞赛降温,给全世界的核威胁降低了许多。 签订这份核约后,最开心的就是欧洲,不用担心在核武器的笼罩下惶惶不可终运。 欧洲也利用这30年时间,拼命的发展经济,取得了巨大的成绩,整个欧元区的经济总量甚至超越了美国。 特朗普说退出这个条约的原因是俄罗斯没有遵守规定,这其实是非常坚强的理由,因为不管是美国还是俄罗斯,都会偷偷准备后手,没有谁违反不违反的问题。 只是签订了这个条约后,大家都不敢大规模搞了,不敢荧幕张大搞了,这对全世界都是好事。 那特朗普会不会真的退出中岛条约呢?我认为是很有可能的,毕竟之前他说过要退出的条约,基本都退出了。 特朗普说要退出PPP,上台后很快就退出了,让日本等国家如丧考比,茫然失措。 特朗普说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,后来果然就退出了,让所有欧洲国家为之震惊。 几乎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提前预判到了,乌不惊愕不已。 特朗普为了区区几亿美元汇费,就退出了联合国交科文组织。 这样一来,就不用交汇费了。 最让人震惊的是,特朗普不顾反对,退出了伊朗核协定。 这可是美国、欧洲、俄罗斯等许多国家,花费了无数心血才达成的协定,说退就退。 如果说之前特朗普不断退出各种组织和协定,只是经济战略的一部分。 那么这次退出中岛条约,则完全是战争的姿态了。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,美国退出中岛条约,那么俄罗斯会怎么干? 这本来就是一个双边条约,美国一旦退出,协议就作废了。 俄罗斯迅速发表了,如果美国退出中岛条约,那么俄罗斯也将退出。 针锋相对,毫不退让,这意味着在过去三十年间,销毁得近三千枚导弹。 前功尽弃,新的冷战又将开始了,人类的核战争威胁越来越大。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,俄罗斯和欧洲突然之间,多了几千枚导弹对着彼此,大家还睡得着吗? 特朗普辞去,毫无疑问将俄罗斯和欧洲都推向了地狱,推向了核战争的边缘。 这是一个无比疯狂的人。 从另一个角度看,现在的特朗普已经完全抛弃了欧洲盟友,已经完全不为欧洲考虑。 一,退出伊朗核协议,要求欧洲各个国家,在十一月初,将从伊朗进口的原油降到零。 很快就到十一月了,这意味着欧盟辛辛苦苦在伊朗的投资,一夜之间化为回禁,这是让欧洲无比痛苦的损失。 如果欧洲继续从伊朗进口食欲油,那么特朗普将对欧洲国家和欧洲企业进行制裁,极其的冷却。 退出伊朗核协议,从经济上打击伊朗,从能源上打击欧洲,这是特朗普极其凶悍的一面。 二,退出中岛条约,让欧洲成为核武器的火药桶。 不但在经济上打击欧洲,在军事上,欧洲现在也陷入了陷阱,这个条约彻底使得欧洲将生活在危险之中。 默克尔之前的预见是非常明智的,他说现在美国已经不是过去的美国了,欧洲必须学会自己保护自己,欧洲必须自己依靠自己。 现在欧洲的军事力量薄弱,德国更是如此,如果德国从此开始进行军事建设的话,将会分散自己的经济力量,从而降低对美国的经济威胁。 特朗普公开表示退出中岛条约后,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,也就是聪明昭著的鹰派博尔顿表示,这是美国明智的选择,实际上这是将美国也推向了危险。 在特朗普公布这个决定前,白宫内部也经过了激烈的斗争,美国国防常马蒂斯表示反对,因为这会导致可能失控的核战争风险。 而且他还表示,这必须征求北约伙伴的意见,因为这对欧洲国家将带来巨大的威胁。 正是因为这一点,特朗普很不高兴,认为马蒂斯过去是一条疯狗,现在是一条温和的狗,还在公开的采访中表示,他可能开除马蒂斯。 这毫无疑问是个敲打马蒂斯,要他表现得更激进。 连马蒂斯过去这个号称疯狗的战争狂然,都认为特朗普玩过头了。 可见现在的特朗普多么的疯狂和歇斯底里。 现在的特朗普的不断的退群,已经成功将全世界搞乱。 不但在经济上,在政治和军事也同样如此。 他使得叙利亚战争结束遥遥无期,因为支持反对抬,使得叙利亚陷入了长达八年的内战,无数人欺离子散。 他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,使得中东进一步大乱,几大宗教开始刺杀不已。 他退出伊朗核协议,使得欧洲和伊朗都陷入了危险,使得美国和伊朗随时可能爆发战争。 只是在关键时刻,马蒂斯克制了。 但是接下来,马蒂斯这个号称白宫紧胜的一个理智派,还能阻止得了特朗普一颗战争的心吗? 恐怕非常难。 现在唯一最可能的希望就是,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,民主党能够控制国会的多数席位,只有通过国会来制约特朗普。 如果民主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失利,那么未来将洪水滔天,特朗普会更加肆无忌惮,会变得更加暴力。 美国军方曾表示,如果特朗普下达核攻击的命令,军方会拒绝执行。 甚至美国军方还发表过一篇文章,分析美国发生局势政变的可能性。 毫无疑问,目标是指向特朗普。 不管如何,特朗普已经搞乱了全世界,现在唯一能制止特朗普的只有美国自己。 美国的国会是立法机构,是立法、行政、司法三权分立,制约与平衡的关键。 现在美国国会被共和党掌控,立法权被特朗普滥容。 特朗普又通过任命大法官,在司法上又染指,他甚至还想干涉美联储。 因此,所谓的三权分立现在非常脆弱。 如果这样下去,美国会变得非常危险,会越来越具有攻击性。 特朗普会越来越冒险,不成功则成人,万劫不复。 特朗普在经商的时候,曾经破产过四次,人的一生破产几次,还可以重来。 一个国家要是破产一次,就再也买起来了。 特朗普不明白这一点,再拿国家重复他过去的冒险。 苍山如海,残阳如雪,上天遇灭亡之,必先使其疯狂。 希望这个世界重归和平,尽管这个世界从未真正和平过。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,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